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紫燕 我是钟祥老师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老师 今天IP股是不是全面复活了 当然啦 老师昨天就告诉你今天一定涨 所以我们今天要冲冲了 今天又冲冲了 你敢冲吗 我叫你不要冲的时候就是不要冲 冲冲了 冲冲了 对不对 同学老师真的很厉害 那有的同学在这个泰国里面说 要参加会员 我告诉你要参加要快 要快 因为说实在 万一IP要从400到500到600到666 你怎么办 你这个低点又不敢买 对不对 每天吓得要死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也可以冲 先卖后买 对对对 开低走高 开平走高 先买后卖 先买后卖 对不对 每天都可以冲 我告诉你 创意 我们都是先卖后买 都不要冲 不要冲 不要冲 今天冲了 今天冲了就赚钱了 真的 对不对 今天3661又好像又回股王了 对对 又回来了吗 回股王了 哦 那个 信华是 信华今天 还是涨不多用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好 告诉你啊 哎呀 这个 肖白没六平的股 哈哈哈哈 我昨天不是叫同学买吉帽 对 吉帽是不是赚得比 广达技嘉伟壮赚的多 没错 我们待会儿来验证 我告诉你 老师的股票 小拆一跌都可以让你赚钱 哈哈哈哈 我说实在老师很厉害啦 真的 我告诉你啊 老师啊 真的都有一套 都有研究分析的啦 好不好啊 赶快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同学很高兴 有同学都说 哦老师我总算赚钱了 总算赚钱了 我有讲哦 当冲是这样哦 你当冲单也赚 破断单也赚哦 你等于这只股票涨10块 你手上有10张 你再冲个10张 等于10张赚10块 手上又赚10块 那一天赚20块 哇 冲冲热的 冲冲热的 对不对 老师不会骗你的啦 哎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涨几点 最高涨了189点 收盘涨几点 对收盘是涨147 147嘛 还好啦 还好吗 老师跟你说这个 爱卜今天会涨 你现在也不相信 啊老师啊 每天跌 每天跌 对啊 跌得跟猪头一样啊 你看 老师讲12345跌完 最低388 尾数又是8 258的258 哎 礼拜一跳空 我告诉你啊 礼拜一要跳空了 昨天没有量 你要冲个屁啊 嗯 涨3块跌3块 你冲屁啊 今天不一样 今天涨几块 今天涨了 昨天跌3块 今天涨13块 哦 13块 爽不爽 对不对 来3443 对不对 今天开盘 1220就买 1250把它冲 哇 30块 30块 我礼拜再带 你看一下366147 今天快涨停 超厉害 对不对 你看一下5274 哦 今天竟然后面是 3300嘛 嗯 对不对 是 这个多少 3340 3340 过了 过了 哎 同学啊 这个投信 反正投信都是猪头 投信都一直在卖 对吧 外资一直在买 你会不会加入太快 对不对 老师不是告诉你说1587 嗯 吉茂 现在有没有涨 有 大涨 有够厉害 有没有 2376的技嘉 有没有涨 有涨 还是有 谁算的比较多 当然是吉茂啊 2382的广达 其实今天也算蛮厉害啦 但没有吉茂厉害 对 你看吉茂 因为我们绰元成本买很低啊 同学你不要乱追啊 不要乱追 因为你自己负责啦 我们 我们其实在这里就买了 大概28块多 28块 今年30块 30块多 我一个同学买10张而已 嗯 赚了2万多块 快3万块 也是不错 爽得一呆 对不对 所以同学啊 哎呀 老师啊 老师 我跟你讲啦 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 帮同学赚钱 嗯 真的啊 在等时机啦 昨天那个 昨天那个8054的安国掌题 今天还有会员想去冲 我说不要冲啦 你看开盘价就是收盘价 嗯 146 146 老师卖了没有 还没卖 今天毛毛 上面的毛毛很长 对不对 对 卖要比较重 不是啦 昨天今天 今天消息有出来啊 接到日本韩国的订单呢 嗯 对不对 哎呦 报纸写那么大 那万一将来这个这个这个爱卜又说 我接到这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订单 那不是开盘就涨顶板了 哈哈哈哈 爽啊 对不对 哎同学我已经跟你讲了 再怎么跟你讲你也不相信了 哎 好了 好 我们今天没有追啊 我们今天没有买啊 好 那你说老师今天安国差一点涨顶板 对差一点 但是今天的神盾 今天神盾 涨得比安国多 嗯 因为神盾 没有没有消息啊 但因为昨天他没什么涨 对 昨天他没涨啊 对 换他一下 哎呀 反正这个同一个集团的股票啊 我跟你讲 外资不是要调升平等神盾吗 嗯 对不对 调升平等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真正有好消息的是安国啊 安国去报纸 报纸的名牌啊 报纸的名牌 很多朋友都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他昨天报纸登出来 哎 昨天突然拉到涨顶板 对啊 突然哎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新闻 对对对对 哎 十二点以后开始拉 从平板拉到涨顶板 急拉 没错 我后人赚翻了 老师涨顶板要不要卖 我说不要啊 哈哈 哎同学啊 在这里不要紧张 不要着急啊 不要紧张 股票就是这样做 二三 二三八八的威胜 啊 不是我 我 我 我看不起他 他已经一根涨顶 休息一下 让他休息一下 什么时候动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营收公布 哦 三六十号之前 你看这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跳空缺口 嗯 这个缺口补了没有 还没 啊 最近都没量嘛 嗯 没量要怎么办 等外资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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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紧币就不会涨 关完紧币出来就涨 关紧币就不会涨 关完紧币出来就涨 关紧币不会涨 关完紧币出来就涨 关紧币就跌 关完紧币出来第一天又涨0吧 所以他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 还有还有还有好玩 这一支股票说实在 我发觉他大概是台北股市里面 关最多紧币的一支股票 动不动就被关紧币 真的耶 几乎每个月都会被关一次 两三个月被关一次 这个好 标股才会这样嘛 不是标股怎么会这样 同学都问我说老师爱普会不会过555 我怎么知道 外资说666嘛 又不是我说的 你知道我如果乱讲目标价 这工会又会来喊 又会说中小老师预测股价 违规纪点要罚款 所以我现在不讲了 但是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昨天没量 我看今天量大不大 今天 不大 这样还不算大 不大啦 比昨天再多了一倍 6000张8000张才大 你以为他都会成交2-3000张 所以可以再等一下 我告诉你 市场上停损卖的都已经卖光光了 外面没有筹码 现在筹码很干净 都在我们同学的手上 哇 我们同学有的话 今天冲冲了 老师今天扣390就是买点 所以今天爱普也有冲冲了 有冲冲了 当然有冲冲了 今天到底做了几只啊 今天做一堆啦 哇 你同学赶快跟我啦 赚翻了 老师的股票都公开讲的啦 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没关系啦 真的 有没有 有劳力 你会不会觉得涨的比技价多 有 你会不会觉得涨的比广达多 有 你会不会觉得涨的比伪创多 有 伪创还拉回来 你会不会觉得比 神达厉害 这个神达乱搞一气的啦 哎呀 头信一支买啊 头信买了7万多 再要卖给谁 我也不知道 头信买这么多 所以是谁在卖 外资吗 我不知道谁在卖 嗯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有那个基本 他初时代啦 神达好 五十几块不算贵啦 不过用月线来看 嗯 你用月线喔 好 用月线 你看是不是 涨到上次的高点 过了就下来了 这个是日线 这是日线喔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用月线给你看 啊 我觉得这个头信 都在乱搞 这个月吧 对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最高点 对 差不多了 头信很奇怪 20块不买 嗯 30块不买 40块不买 一定要买在60块左右 头信也在追高 不是追高啦 这样不算吗 他们他们在乱搞 他们在乱搞 人家爱乱搞 我们不要挡人家财路 我们不买就好了 好 我们也不去空他 好不好 我们祝他幸福 我们祝他幸福 这个头信就乱搞嘛 加入我的Tagg就知道 我Tagg里面有没有写 有 同学 Tagg在 股票市场 W1788 股票市场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现在要参加正式时候 你不要等到 像那上一次 那个爱普涨到555的时候 再问老师能不能买 老师能不能买 对不对 结果你买在500块 跌到400块的时候 你吓死了 晚上睡不着觉 将来再涨到500 将来搞不好再涨到500 600的你又去追了 同学不要这样搞好不好 所以同学 我们讲话实实在在 我们先切到日线 对这个 好 来 同学我告诉你 大盘是不是 是不是一只涨 嗯 没错 对不对 那有的同学会问 老师大盘一只涨 爱普已经修正过了 就算大盘跌 它也不会跌 你以为前面这个55不会再来 它现在已经是安全的价格 对啊 400块买你会输钱吗 对不对 三月营收快要公布了 搞不好又接到美国 日本韩国 中国大陆的订单 还有欧美的订单 棒棒棒 明天又涨停板 棒棒棒 哎呀 对不对 跟安国一样嘛 安国安国 对不对 跟安国一样嘛 你看他昨天涨停他 嗯 他今天大量啊 大量会休息一下 会休息一下 就让他休息一下 所以等他回撤之后 还是有办法再 我们反正已经买了 我就我就 我告诉你啦 我我现在聪明了啦 我买了我就续报了 新会员不加码了 不加码了 不要等一下 老师我120 要套在上面了 一百二十九一百一百三没买 老师我又追在一百六 那你自己去追的 到时候又又骂我 但是我告诉你他还会涨 嗯 好不好 因为我妈没有出 大概比较大的压力在哪里 对 一百八到两百 哦 那因为量比较多吗 对 哪一边 好不好 其实这一支股票 也是仅试过一次两次 对啊 对啊 也仅试过 神盾是不是也仅试蛮多次的 对 其实仅试最多的是这一支 嗯 M31 标股 真的是 M31全市场我第一个买的 我买在五百多块六百块 哦 已经看不到了 已经看不到了 已经看不到了啦 同学都知道嘛 我们M31那时候天天喊的天天喊 喊到已经哦 别的老师都眼红了 哦 他们下来买一千块 哦 要不要我赚多少赚多少 你有本事你赚得多 所以警示的时候要怎么操作啊 他每次警示就休息 警示完就上去啊 所以如果那时候手上有 那时候 那时候 问题是你 你如果两千块出掉的 同学 你回到一千二能不能买 可以 打六折 打六折 LV的包包打六折能不能买 买爆 对不对 还有台北市信一路的房子 对不对 房子都打六折 人家本来开一亿 对不对 打六折六千万你要不要买 买 我买啊 同学啊 我买 我跟银行贷款买 买了时间 买完之后 我八千万卖出去就好了 哇 还是赚翻 对啊 还是赚翻 所以同学你要知道 这个有时候股票 同学就是找不到标股 那找不到标股的时候就在那边乱找 乱找 像譬如说就找一下3706的省打 就找一下2317的鸿海 红海间跌了 哇 倒是外市上看180 来180 我没有讲打九折 要打九折啊 离九折我没有讲 没有我还没有听过 有啊 我有跟前一个啊 180对不对 180的话 180打九折 160可以 最后10%给人家赚 好 也差不多了啦 最高也到150 最后的10%给人家赚 嗯 你知道吗 这个有一个歌星叫离九折 我知道 对不对 最后10%给人家赚 因为你要赚那个10% 搞不好要赚很久 哦 向王文湘点很久 点很久 今天周末愉快啊 今天我们都高高兴 高兴兴的在讲股票 因为同学已经闷太久 闷太久 来参加我的会 我告诉你啦 我下礼拜开始啊 我告诉你 我就冲IP股啊 你喜欢冲就跟着我做 不喜欢冲 没有关系 持股虚报 带善傻啊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今天的问题的话 主要还是问说 安国还有神盾 安国神盾啊 安国我们买咯 今天有同学说买150去当冲 150当冲 其实150当冲 你开盘买 155就可以冲掉了嘛 对 最高多少 156 是不是156 老师我要冲涨停 摆屁啦 今天不可能涨停了 为什么不可能涨停 我原本那时候 我在看盘的时候 有觉得它好像会涨停 不会 我告诉你老师的经验就是这样 他如果今天报纸没有登利多 搞不好会 所以是因为利多出来 不是 是因为昨天已经拿到涨停板 嗯嗯嗯 那他知道今天报纸登利多 是 大家会去追 哦 昨天有一个券商买了3000张 这么厉害 3000张 我跟你3000张今天全部卖掉 你赚多少钱吗 多少 我算不出来 我算不出来 四五千万 那你再去追 你不是被人家割韭菜 真的哦 对不对 嗯 同学你要知道 有时候短线券商去买的 老师看一下都是短线券商 嗯 对不对 其实像2388的威盛 那一天突然跳风涨停 也是短线券商去买的 哦 所以他隔天开盘就卖掉了 嗯 卖掉以后就会休息一下 量就会缩 是 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涨停 就等到公布营收吧 好 那下一个提问是智元 想要问一下老师怎么看智元呢 智元今天也是涨了 智元今天也谈了嘛 对 他也很可怜啦 也很可怜 这个 他也沉积了一阵子 好像这个 310嘛 现金增资嘛 对 他也不会涨 他也该反弹一下 他 我有跟你讲过 他不会跌破310 哦 有有有 有我讲过嘛 不然他就没有人要去买 对 不是没有人要去 如果说我认够是300亿 我要认10万张 那10万张人家要缴钱 没有人要去缴钱 到时候丢脸跌破300亿 不是哇 我是散户 我是我是法人 那我不知道市场上去买就好 谁要 谁要跟你认300亿 对啊 对不对 但是他未来的涨势 有时候会跟着艾普走 会跟着艾普走 400块会不会来 大概他来到400艾普就500了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先看艾普 然后再看资源 因为他如果来到400的话 艾普大概就500了 哦 因为艾普业绩比他好 订单比他多 嗯 所以如果他来到400艾普应该就500了 嗯 这个因为我们看嘛 一月的营收 二月的营收嘛 是 对不对 一月二月那个艾普是成长的嘛 对 那资源是衰退的 哦 资源是衰退 衰退的嘛 那资源说下半年会很好 所以他他要宪增 他要扩厂嘛 嗯 那下半年会好 艾普是三月份就很好了 嗯 对不对 三月份就很好了 不要等到下半年了 下半年搞不好爆发啊 对不对 那个营收公布日期 胜没几天 胜没几天 所以所以今天的艾普这种拉法 很有可能 因为我告诉你 已经有人知道了 因为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因为说实在 我看一下昨天融资还减少122涨 融资还减少 融资减少的意思是 就是散户都下车了 筹码都被人家买走 哦 那你们大家都下车 他就要涨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贼 就是把人家骗下车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贼 不要 一定要跌到你 跌跌不疼娘娘不爱 对不对 你对他没有信心了 他才会开始涨 嗯 那什么时候 散户一定会去买 550 550对 我觉得回来的时候 这里的时候都没量 你敢买吗 不敢 没有买啊 怎么会涨嘛 对啊 老师你这里说会到550 老师我怎么会相信 你不会相信 这里是不是没量 对 涨钉涨钉你就相信了 对 然后就套在那 然后你就又去追了 很像我 套了以后 这又没量又砍掉 砍掉又上来了 又去追了 追了又下来了 啊 355涨到555 我问你哪一支电子股 涨得比较多 有啦 市新啦 哦 对不对 涨到555的时候 全市场都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会涨到1000 对不对 嗯 你就追在最高点 对 然后追在最高点还没关系 对不对 然后下来的时候你还不敢买 然后你还觉得人生无趣 对不对 将来再涨到500的时候 你人生就有趣了 人生就有趣了 拜托买股票啊 你不要用融资买 你用融资买 你自己找麻烦嘛 你会怕是应该的 嗯 对不对 因为你不像老师一样 同学 匆匆乐啊 跟着我一起做 好 谢谢钟祥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交更多财经资讯的话 赶快加入钟祥老师的 W1788标股及先锋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出创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